是 是 越过眼前这片戈壁路就好走 到了瓜州就离家不远了 大人 这州真好喝 你也喝一碗吧 小二 来些牛肉 这次麻斐聚会 他们得好好摟一看 这果子肯定不能吃 否则早就被摘光了 那可不一定 这里本来客人就稀少 我们摘几个尝尝 你没吃过这个 这个是核桃 能包开来吃的 我都不认识 看来他们不是本地人 二位壮士 有什么事吗 这俩小孩不会吃核桃 我来教教他们 你看 你看 很美味 要不要尝尝 真好吃 唐大哥 你也来尝尝 你也来尝尝 真香 这个东西叫什么 这叫核桃 西域的特产 来尝尝吧 真好吃 我们一会儿多摘一点 你们慢慢吃吧 额头有的是 好了 我们也该走了 糟了 行李 我们的行李呢 再见了 糟了 我们上当了 好 眼看 我们就要回到大汉了 行李里 可都是一路收集的物产宝贝 我刚才好像听到那两个家伙 要去什么白龙山 对 没错 是白龙山 我们去白龙山找他们 客官 白龙山可去不得 为什么 那里是远近闻名的匪窝 住着很多强盗 来往的客商宁愿绕道 也不愿前往 我是大汉特使 丢失了这些物产 回去之后如何交代 这个 大哥 咱们跟着张谦走了一路 什么也没捞着 这次白龙山上的马匪聚会 咱们还去吗 去 西域黑道的兄弟都将到场 咱们不去 如何扬名 可是 咱们拿什么宝贝跟道上的兄弟比试 别着急 我自有安排 大哥 来了 你看看这个怎么样 刚做好的 就这个 假汉捷 拿这个去白龙山 能行吗 我看这个就行 反正那些乡绑老也不知道真汉捷什么样子 到了白龙山 我们就说这个是从汉师手中抢过来的 肯定镇住他们 那白龙山是杀匪白老大的地盘 当初咱们跟白老大的手下闹了矛盾 会不会 怕什么 正好让他们瞧瞧 没有他们 我们一样能抢到汉捷 好弱 是什么声音 大人 是杀匪的信号 杀匪 咱们快跑 看来 我们往那边跑 唐医副把绳子拿出来 明白 快 不要让那几个人跑了 快 不要让那几个人跑了 走 谁也不许过来 为何要追我们 张谦 您是大汉特使张谦张大人 怎么 你认识我 张大人 您不认识我们了 在岳雅泉我们被刑军已咬伤 是您救了我们 我想起来了 你们是白老大手下的五虎将 没错 文宗在山上 我们兄弟有眼无猪 请恕处罪 老大 来了几个不速之客 不速之客 匈奴人来干什么 不见 就说我不在 老大老朋友 我来看你来了 你不许可 我去哪 阿四下 你敢闪闯我白龙山 当年漠北剿匪 要不是我手下留情 大概就没有你白老大的今天了吧 我白老大一辈子刀口混饭吃 难道要感谢你的匈奴人 这两年你混得不错 听说你还搞了个马匪聚会 这里不是匈奴人的地界 你管不着 本人 是 走客 你就这么招待客人 我可是特意来拜访你的 你先下去 只说吧 有什么事 我问你最近见过汉史吗 出使西域的汉丑使节 几年前他们倒是从我的地盘上经过 没错 他们现在又经过这里了 这与我何干 只要你帮我截住张勋 这些金子全都是你的 怎么样 我虽然是匪 可我只是劫富济贫 不与官府往来 你是官 我是匪 你的钱我怎么敢收 怎么 你得罪了我 什么后果你不会不知道吧 军爷的要求我不能随便答应 就算我想答应 也要看道上的兄弟们怎么想 老大 你什么意思 走 正好兄弟们都在 我带你去看看 你是说西域的马匪都将汇聚白龙山 不止马匪还有沙匪强盗小偷西域黑道的各色人物都会来 我要上山要回我的行李 张大人 这太危险了 张大人 我们兄弟愿意陪您到白龙山 太好了 有劳诸位了 好 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宝贝 你看 他们正在赛宝 赛宝 赛宝是马匪聚会的一个彩头 谁抢到了战利品之前 谁就能赢得其他兄弟的尊重 有时还能招募一帮兄弟扩大势力范围 各位兄弟 有什么宝贝都拿出来亮亮 这箱子里肯定有很多宝贝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这是抢了个砸锅布 谁还有更值钱的宝贝 我有 他怎么也来了 你们这些东西哪有我这宝贝值钱 看 汉捷 这不是打狗棍吗 是你从笑花子那里抢来的吧 这不是打狗棍吗 你们有眼不识鸡相遇 这是汉捷 汉捷 汉捷 他有的 这是大汉特使的标志 大汉朝皇帝赐的 下来 别丢人了 下去吧 走 我带你去见见这些兄弟 各位兄弟 我身边这位是匈奴的军业 特来参加咱们的马匪聚会 匈奴人 他来干什么 难道是来剿灭我们的 白大哥把他干掉即杀神 对 干掉他 看来兄弟们不太欢迎你 我是匈奴军官 谁敢乱来 各位兄弟 这位兄弟少安勿躁 他不是来抓咱们的 他还给咱们带了见面礼 见面礼 这位军爷说了 只要咱们帮他 他会拿出更多的金子 赏给兄弟们 再给杀神爷诉个金身 是不是啊 军爷 这么多兄弟 你这点见面礼怕是不够吧 帮他 帮他 怎么帮 有一个叫张谦的 谁能抓住他 这盘金子就 我能 金子 怎么又是你 你们看 张谦的汉劫都被我抢到了 江鲁韩 江鲁韩 你斗什么论 我要的是汉史 不是他的汉劫 你们听见了吧 这可是汉史的汉劫 这是汉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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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头承诺 我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到了最后 什么也没落着 这个修都人言耳不息 杀了他 杀了他 你们要干什么 白老大 你可要管好你的手下 好了 诸位兄弟 来的都是客 不要伤了和气 我早就说过 要看道上的兄弟愿不愿意配合 在这里只有我能保护你 你 在道上混 最重要的就是信义二字 你不能取信于兄弟 我也帮不了你 我明白了 来人 把这些黄金装在袋子里挂在外面的旗杆上 让大家看到 明天我先用这些黄金给杀身爷宿金身 保佑大家发财 这张芊还没抓到 想废话 快去 是 这还差不多 总算是有点诚意了 钱对我不重要 但是我这些兄弟们还要在西域吃饭 这些黄金是靠劳兄弟们喝酒 等抓到了张芊 我一定禀报匈奴大汗 为你封疆拓土 白龙山 我们匈奴人一定不会再踏足半步 兄弟们 你们意下如何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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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传令下去 各路兄弟如果见到汉使 一定要给我请到白龙山上来 是抓 抓到白龙山 我一定包你们荣华富贵 等等 我这汉捷难道就没有个奖赏吗 你还是留着这破棍子自己玩 大哥 不好了 怎么了 我听说老大发出号令 各路兄弟正在捉拿张大人 什么 怎么回事 听说来了个匈奴军官说服了白老大 一定是阿思恰 张大人 这白龙山不能去了 我们兄弟再有能耐 也不能得罪盗上的所有兄弟 而且白老大的命令我们也不能违抗 大人 我看我们还是快走吧 四弟凶多吉少 好汉不吃眼前亏 要不然我们化化妆 我刚才听到你说白老大是个仗义输材的好汉 白老大的仗义远机闻名 否则也不会有这么多兄弟来拜他的山头 好 我们就去白龙山找白老大 大人 匈奴人能去 我大汉特使为什么不能去 几位兄弟 麻烦你们带个路 就算要抓我张谦 功劳也是你们的 这 我是大汉特使 闯入龙潭虎穴 也是职责所在 但是你们几个不用随我前去 我们愿意随大人前往 张大人 我们愿意保您面见白老大 好 有劳各位 我们都跟了张谦一路了 现在白老大一声令下功劳全成别人的了 这帮土包子不认识汉契 匈奴人又背信弃义 真是太窝囊了 大哥 我看咱们不能就这么算了 这帮土包子不认 其他人都去抓张谦了 咱们不如把那个给偷了 对 与其偷汉捷 不如直接偷黄金 这在江湖上是犯计的事 黄金是匈奴人的 又不是白老大的 不偷白不偷 也是 咱们盗走黄金另立山头 不怕成不了大事 就这么干 大人 真要把那么多黄金散给那些匪徒们吗 传出去也太丢我们匈奴人的脸了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提头 白老大狮子大开口 我也只能先顺着他 等抓到了张琴 什么人 看来我们的朋友来了 把这个一模一样的袋子换上去 不要让人发现了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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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姑亲 谢谢你们帮我取回了黄金 我为匈奴做了那么多事 这是我应得的 要不是你 张钦早就是我的囊中之物了 我现在一刀杀了你也不冤枉你 这里是白老大的地盘 你不能杀我 你说得对 那就用他们的规矩来发乱你们